各位兩天 五月二八就是世界衛生日 為什麼的領導是這天呢 因為流行平均的衛生時間是五天的時間 但每個月的周期平均是28天 所以就跟五月二八領導是世界國際衛生日 這就是要向民眾要關心流行的衛生 也要打破各種的禁忌 譬如說 以前人都認為衛生來的時候 不能去廟宇拜拜對新民附近 也有人會說 為什麼你脾氣那麼慢呢 是不是衛生來啊 有種種的技術 所以這天是要向民眾競感到重視衛生議題 其實專家也在統計研究 平均每一月流行 一四人會流到一萬六千號薪的火 定義說是四個生理人的火量 另外流行一四人大概是會花十萬通過 賣衛生用品 但流行如果每個月會請一天的生理課 平均薪水會減量五十六萬 經濟到國際組織來統計後 專求八億人剛面對到外出賣衫的問題 什麼是外出賣衫呢 就是沒辦法負擔 行李用品的費用 大家也欠缺相關的組織作成去賣 這是心理健康頂頂 作成影響的社會現象 青春在南韋有很多賣衫人 利用手錶來做衛生米 在印度也有越學生 因為你買不去生理用品 沒辦法來上課 另外英國也有雜婚姬的青少爐 因為沒辦法負擔生理用品 但我們台灣的 有的負擔為到要升值 外出來的時候一天用一兩片的衛生米而已 作成減量也有其他健康的影響 為到要消毒外出散衫的問題 在蘇格蘭利控一千年開始 推動修法來企判說 所有學校都要免費提供生理用品 以及到利控二十年的八月 他們全補的學校才全面來實施 但因為衛生米在經濟國家 都算是生外比輸品 所以要用Q稅金 在英國兩千年的時候 就推動修法來降級生理用品的稅金 一直到利控在印尼宣布說 停止對衛生米條 那就是衛生米來吸水 另外我們來看日本 日本政府是保助13.5億的立票 要來保助編費提供生理用品 在我們台灣 日控二控年的時候 離婚宜一特通過要來推動編稅 不然又夠大 因為要需要5%的營業所 所以說對學校來說 現在才是做的是 已經編費來提供 衛生米給學生來使用 廣東的五月二百是世界衛生力 現在社會越來越文明 很多國家 很多家長 也透過不同的外地 來帶自己的女孩 救救衛生 甚至會準備特別的事物 基盤祖金的技術 像我們看到在日本 媽媽會帶女孩來做紅豆飯 一種用自米南紅豆做的飯 在以色列的以色列使用 第一百貨幣的效率會減一瓶蜜蜜 再來看就是冰豆 冰豆做的機能 而且是紅色到白色色水的機能 在美國 美國媽媽會準備一份燒禮物給女孩 再來看我們台灣 我們台灣並沒有特殊的意識 不然又有民間團體 會基盤這個貨幣的公關節 以上就是今天的大事 希望民眾要更加重視我們的貨幣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靜善靜美靜好新聞